歡迎大家收看 世界越來越爐 俄烏開打已經滿月了 當然對軍武迷來講 這次最關注的就是在戰場上 出動了哪些各式各樣的新武器 今天我們請到了 張靖 張老師來給大家談一下 我們選了這四款 最近在新聞當中 都引發了極高的關注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看到刺針飛彈 烏克蘭的刺針飛彈 這次感覺上很威 很猛 好像發揮了很大的一個功能 那麼刺針飛彈它的長度 1.52公尺 重15.2公斤 一到兩個人就可以操作 就可以了 我們台灣好像也買了 是吧 我們有不同形式的 有車載式的 還有一種叫DMS 它這個就是說 它有一個發射架的 然後也有個人系形式 它有好幾種 所以我們講刺針飛彈 是指那個彈本身 但是它可以裝在車上 可以立在陣地裡 還有個人系形 所以它有很多的衍生形 對 我記得我們台灣防務部 曾經公佈這個訊息 看到一個女兵 就單兵可以操作 事實上它並不重 並不重 對啊 這個並不重 所以這次在這個 我們的兩者軍 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 沒有問題 真的 真的 在這次烏克蘭戰場上 他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真的這麼神勇嗎 我覺得神勇是因為媒體那邊 拿出幾個戰力 然後然後去這個就是說 整個去把它誇大來報導 那問題是說 這個所有東西 它到底戰力能夠發揚多少 你要經過統計 你發射了多少發 擊落了多少架 然後來做 你失誤多少 我們現在呢 對不起 媒體報導不會報導失誤的 對不對 沒打著的 都是打中的 對不對 那很可能打了二十發 才中一發 永遠不知道 所以只有數字會講話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是這個武器是操作簡單 但就是因為它操作簡單 它隱藏了非常非常大的危機 什麼 因為任何一個恐怖分子 我們都知道在台北 松山機場有一個咖啡座 那個地方就是給看飛機起效 你今天想想看 萬一有個恐怖分子在那邊 拿了吃針飛彈 拿個民航機是安全的 對不對 所以它之所以當初 吃針飛彈這一類的武器 無論是這個就是說 社會主義國家 或者說是這個惡事的 它還有中國大陸 對這個都管制得非常的嚴 就生怕會落入就是說這種 等於說這個單兵 可以吸刑的這種武器 它足以能夠擊落這個懸疑機 或者定義機的 它都很怕落到恐怖分子的手中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是覺得我必須要講 這個昨天有幾位立委 他在那邊講說 我們希望能夠發給警方 所有警方都來訓練 我認為這些立法委員 真的是應該打屁股 回去好好做這個功課 這其實就符合美國的口徑 美國是一位學者 學者本來天馬行公 愛講什麼 可是你立法委員 對不起 你是立法的 你去看過警械使用條例沒有 綠營立委 對 警械使用條例 它有規範嘛 對不對 要怎麼規範 哪些是警械 它有這個很明確的規範 這個要知道 第二個 我們現在這個海巡署裝的 那個所謂的震海火箭彈 那個也不在 就海巡機關使用幾屆條例之內 所以換言之 也就是要經過一個屏戰轉換 就是說它平常是治安的武力 是執法的機關 它暫時能不能把它轉換 納入武裝部隊的軍隊的序列 那個答案是可以的 可是根據這個就是1977年 也就是這個聯合國 也就是日內瓦1949年 日內瓦這個規範戰爭 這個國際人道法的第一議定書 1977年有一個補充議定書 這個第一補充議定書的 第43條的第三款 就明白的講說 你今天要把這個執法機關 或者任何一個準軍事團體 轉換成武裝部隊的時候 你都必須要宣告 而且要通知跟你交戰的一方 否則他就可以把它視為非法的戰鬥員 另外還有一點 我在這邊也要特別強調 我們這個不是槍架人就等於軍 這個軍隊的所有的人的殺戮 是奉了國家的法律 也就是在他的指導之下 他就要進行殺戮 所以他可以免除事後被刑法追訴 我們殺人要賠錢 殺人要制裁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在戰場上殺人 我們給了武裝部隊一個特權 也給了一個保護 他今天所殺的人 他個人不需要賠償 他個人不需要負責 是由國家來 但是你今天這個隨隨便便的 叫他們這個就是用這個 但是你沒有宣告 他是正式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我剛才把法條都已經講出來 我認為立法委員 你有沒有好好做功課 對不對 這些都是人家的國際公約之中 寫的清清楚楚 我們現在立法委員不去 要有一個 就是說平戰轉換 他要有一個法規吧 我們現在有沒有平時 暫時轉換的法規 無論就行政的法規 內規或者行政命令 到時候又是 我講了就算 這個隨便亂發行政命令 然後呢 或者說沒有任何法規的遵循 這是立法委員失職 我最後一個要提醒 張老師太牛了 把這個法條都找出來 都背起來了 沒有 這是本來 我們任何一個當軍人的人 都是基本上這些法規 都必須朗朗上口 而且生計在腦海裡 你可以搞不清楚 東漢跟西漢認為兩漢會對抗 但是你的每一個法規 你都要記起來 對不對 你可能要搞不清楚 南朝北朝 你比立委都還清楚 他們是立法 他們是管理 他們的幕僚 他們在召開的時候 那個會議在召開之前 他的幕僚都沒有真正的 基本上這是一個政治性的 一個談話 他就不會回到法律 跟回到實務的本身了 對啊 可是問題 這是害死警察 對不對 最重要一點 這也是對美國失信 我們跟美國去任何的軍售 這個刺身飛彈來自美國 我們要去開一個證明 中華民國政府要開一個證明 叫做EUU 叫End User Undertaking 就是最終使用者證明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向美國 去提出來我要買吃針飛彈 我最終的使用單位是誰誰誰誰誰誰 要講得很清楚 你不能把他去了那邊說 明明是給軍隊用的 你把他改成給警察用 他那個要詳細到什麼地步 你今天為海軍陸戰隊買的 就不能拿給陸軍 陸軍跟海軍陸戰隊兩者 是不同的End User 但因為這個美方之前 講的類似的話 所以我想這個民進黨 這個立委就是順著這個 順瓜摸騰嘛 也就是說要改的話 對他們來講可能 piece of cake 應該是 沒有那麼簡單 沒那麼容易 包含我們總統講的話 這個說要把這個飛機移到那裡 那都不能 但是我看到我們買的 新的一款這個刺身飛彈 聽說付款四年到現在都沒有到貨 要到後年才會到 因為這個東西搶手都不得了 而且我要跟您提一個實例 88風災的時候 這個就是馬英九總統有講說 把這個直升機轉給空情總隊 我們到現在為止 是空情總隊有 還是陸軍借給他用 暫時要回歸建制 大家去看這個 因為我們當初跟美國講說 這個黑鷹的直升機是給陸軍用 你現在是暫時叫他用 你都要美方美國同意 然後你暫時的時候你要回歸 因為那個是當初我們是說 我們因為這是陸軍的戰力作用 所以我們當時的總統 講了這句話之後 美方講不同意還是不同意 我們今天有兩架F5的戰機退役了 我們決定今天去把它放到博物館 或者說我們今天把它轉正 給我們這個林邦 這個就是菲律賓好了 這些全部要回頭要起 美國不同意他就不能 但我們回到這個武器的本身 刺針飛彈我們看到 這些台灣網站上就教怎麼用 這個分解等等看起來是蠻容易 它的訓練應該也不需要太久 所以現在以烏克蘭的狀況之下 基本上是全民都可以使用 是不是他們之前就是發了槍 那現在只要有美國大量提供 這個刺針飛彈 對一般民眾來講 是都可以簡單的上網看一看 就可以扛起來就可以做嗎 另外我看到一個數字說 它的精準度其實蠻高的 過去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時候 美方提供了阿富汗大量的刺針飛彈 據說準確率高達80% 有這麼高嗎 它的準確率其實要看 第一 那個目標有多慢 那個目標運動越單純 它擊落它的可能性越高 距離越近 目標運動越單純 它是紅外線導引 熱追蹤 這裡頭之中 我這邊要特別講 很多的網站上都講說 這些很多的武器單元 但是最重要的關鍵 通常它都沒有講 因為您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會看這個怎麼做原子彈的 是包含恐怖分子在內 所以很多武器 它在那邊講的很多的東西 看起來都跟真的一樣 你到真正去做 你就會發現 總是有一個環節鬥不上 我們以前曾經南非 買了一批魚壘 這個打出去就弄 打得出去就是老是打不中 就有一天發現 那個說明書上有講 是綠的接紅的 紅的接綠的 就大家把綠的接綠的 紅的接紅的 所以浪費了好多餘內 所以很多任何一個環節 都不能真正的忘掉 所以我認為這個軍售的事情 它的付款跟到貨 那個是原來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但是就有整個國際的 就是武器的軍備的管制而言 越言是對大家的安全都有保障 那烏克蘭做了一個 非常不負責任的事情 就是他把槍隨便發給民眾 那個東西就是純心在日後 給人家找麻煩 可是他敢不敢把美國 或者轉用的這個東西去發給他 因為那個槍械彈藥是他自己可以製造 所以他可以做主 但是美國的這個東西要是流落到一些 不是正式的武裝部隊的手中 那會惹出大問題 最後一個我也必須要講 我還是要提醒 您剛才提到拜登 為什麼不去烏克蘭 我剛才忘了一個事 烏克蘭當初是幾乎就讓拜登選不上 因為他有一個Hunter Biden 他的兒子 然後牽涉到很多的 這些利益疏動的問題 那是川普一直指控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而且美國跟烏克蘭之中 烏克蘭去指控烏克蘭的網軍 去破壞他們選舉 所以我們不要說今天因為烏克蘭挨揍 他突然變成好像善良人民 好像也沒有那麼善良 本今天就是有這個調調 別忘了烏克蘭跟中國大陸關係多好 他在這個一中的立場上也是一樣 但是我們台灣這次 對 我說我們的執政黨 感覺上這些也都不存在 好 這一集我們要談武器 我還是要再請教一下 時間的問題 可能沒辦法一一都談到 先謝謝這位網友 傑森 你又抖了我們一筆 他說我們的政治人物很好當 在國會殿堂吹吹就好 不知道修法 當我們發生戰爭的時候 人民十八到二十五十五歲 全部不能移境 政治人物全部留在台灣 如果這些做不到 那還是還在有夢救美希望相隨嗎 謝謝你 我們收到了 另外給我想講一下 美國要送的彈簧刀無人機 現在要送這個 烏克蘭送的這個一百架 它也是很小 可以背包可以放得下 大概就六十一公分而已 二點七公斤 比剛剛的這個刺身飛彈 還要這個小 它的成本呢 大概只有美金 這個六千塊錢左右 在空中大概可以續航 這個五十多分鐘 單兵操作也可以 它有個綽號叫做神風無人機 因為它是採取一個 自殺式的攻擊方式 只要看到這個目標 就從空中這樣俯衝下去 然後引爆它的這個彈頭 在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聽說立下了功勞 當時美國在阿富汗戰場上 用了四千多套 效果相當不錯 所以這次呢 先趕快去送一百架 給烏克蘭 如果用得上手 能夠小兵立大功的話呢 可能會未來這個源源不斷 所以這個張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希望打得越慘越好 基本上來講真的是如此 就是希望它 這個美國希望 槍得越久越好 希望塑造烏克蘭成為 就是埋葬俄羅斯帝國的墳場 但是問題是這樣子加這些 當時他們去援助 這個在援助阿富汗 對抗蘇聯的那個年代 它所這個就是提供的東西 遠比這個還多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而且我講的這個不好聽了 這個無人機啊 這個不應該叫無人機 它就有點像空拍機一樣 它比較小 前幾天在網路上 還有一個這個就是謠言 說中華民國送了一百架無人機 然後那個無人機出來的之中 就是看起來非常的威猛 結果大家在那邊講說 我們的無人機 有什麼時候到達這個 結果一出來是個空拍機 就是小小的 就是跟您這個講 它大概有這個 然後說那個空拍機說可以去做 這個真正的戰果評估 或者火炮導引如何如何 那個空拍機假如要做這些任務的話 它的鏡頭要裝那個實質 但這個是可以攜帶彈頭的嘛 它就像一個破機砲彈一樣 對 它可以帶 但是問題是它在軍事道德上 是就是說叫做自主殺傷 這種自主殺傷 其實就是好像劉刺網一樣 我們劉刺網 我們有一個叫做 Ghost Fishing 就跟鬼一樣在那邊抓 抓了之後你也不是 那個魚陷在上面 然後你也不能把那個網給撈回來 因為它東漂西漂不知道漂哪去了 那同樣的今天這個也是一樣 你放出去之後 它在那邊自主判斷目標 然後你只能給它一個差不多的導引 可是問題會不會有誤傷有軍 對不對 會不會打錯人 這裡頭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自主殺傷 一直是這一類的武器之中 受到質疑 而且產生很大辯論的因素所在 好 那另外有限的時間 我們談一下俄羅斯 俄羅斯我想特別談一下 這個匕首飛彈 因為目前看起來 是第一次用在這個戰場上 俄羅斯其實2017年就推出來 它也是這個全球第一款 這個極音速的這個武器 最受到矚目的是 它其實可以攜帶核彈頭 那這次俄羅斯發射了兩枚 擊中了烏克蘭的一個 地下軍火庫 還有一個這個油料庫 它是音速的五倍 所以它幾乎是沒有辦法防禦 那麼射程超過這個2000公里 當然俄羅斯不止這一款 俄羅斯的極音速武器 總共三款 還有一款叫做耗時反艦飛彈 它更強 它大概是音速的九倍 射程超過1000公里 所以這次張老師你怎麼看 俄羅斯在戰場上 實驗的性質很強嗎 這兩款可以說是只要刀出鞘 一定是百發百中 這個基本上盧小姐 我要您是這個媒體人 您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那個飛彈打下去之後 立刻就有現場的影片 馬上就公佈出來 是的沒有錯 所以換言之也就是說 這個假如是真作戰 而不是這個東西 是打給別人看的話 這個戰果評估是事後 它那個是直接命中 然後整個的那個影像都出來了 所以我們都知道這個是純心用 純心用一把牛刀去殺機 那解釋有兩種 因為這種飛彈HS的這個57 這個M2這個編號飛彈 它假如是裝在米格31上面 這個它的射程是2000公里 它假如裝在TU22的戰略轟炸器 然後在適當的高度 它可以飛到3000公里 那這個要這麼遠 這個好像 但是它的整個彈頭 就是它整個這個仇載這個彈頭 就跟一個地對地飛彈的 Iskander是一樣 所以今天就烏克蘭而言 它被集中了 究竟是地對地飛彈的Iskander 還是這個就是說 這個飛彈 匕首飛彈 俄羅斯確實有這款武器嗎 確實有 而且它也有展示 而且它這個在相關的 就是武器的那個競賽之中 也做過 甚至還有謠言指出 它曾經在敘利亞 這個就是參戰的時候就用過 但今天它特別啊 就是以往的東西都只有報導 但沒有立即的影片 今天是有立即的影片 所以它到底有沒有用在烏克蘭 這個事情不知道啊 不是 它有用 而且它官方證實 這是第一次官方證實 但是問題是你有沒有想過 就是說我們今天這麼一個 你這個東西近在咫尺 你短刀就可以打到 你為什麼要隔很遠 故意讓它飛個兩千 然後來打 那個是給大家看的 它還深怕你看不到 然後它還照個影片 還要宣布 然後還可以指出來 它隔了多遠 然後這樣來發射 它其實就是 對不起 我打給你看 你不要逼我 那另外一個詮釋呢 就是對俄羅斯非常負面 說這個俄羅斯已經打到 彈盡圓絕 連鴨箱子 最昂貴的武器都拿出來打了 我的天啊 我是講說 這些分析真的是沒有考慮到 我們全世界武器輸出 第一名是誰 是美國 第二名是誰 俄羅斯 俄羅斯自己軍工生產的那個能量 對不起 它是對外可以賣武器的 所以您認為這個處法 就是它要告訴大家 我是可以這個升高 這個戰士升高打擊的 它就是說只要我飛到 我國內的邊界 兩千公里之內 你們都是我打得到的 那這個東西呢 所有的地對空的防空網 應該是都沒有辦法 它基本上你要突防 這個軍事術語 在中國大陸叫突防 因為我們有很多大陸的 這個就是觀眾朋友 叫突破防空 突防 突防有靠很多 第一個 低的高度 第二個 高速的速度 第三是很變化多端的 這個就是飛行軌道 第四個呢 是在飛行的中間 不斷的釋放右標 所以它速度快 只是其中之一 但速度快的毛病是什麼 速度快的毛病是在最後的時候 你來不及給彈道 因為它會失速 所以它必須很遠 就瞄得很精準 然後打 然後一路下去 不可能到最後一秒 但你速度比較慢的 你還可能到最後 還調整彈道 還修正 所以它要又遠 打得又準 然後這個樣子 其實就是展示給你們看 然後它完了 我們通常所有攻擊完 有一個標準的動作 叫戰果評估 Bombardment Assessment BA 它今天是立即就有 這個戰果評估 那這樣子的擺明 今天就是秀給你看 對 好 所以這也算是 俄羅斯的大外宣之一 好 謝謝張老師 我們這一題到這邊 放久了 好像你就不知道 擔心它的效果會遞減 那有了這台機器之後 你就不用擔心 它只要把這個倒進去 三分鐘 三分鐘 就會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四公升很夠用了啦 真的 那這一組呢 大家掃這個QR Code 進去就可以看得到 已經開始上架囉